正式啟動 掌聲鼓勵 因應行政院日前宣布的開放山林政策 交通部觀光局定調明年以 脊梁山脈旅遊年為主題 結合臺灣五大山岳 舟山脈 雪山山脈 玉山山脈 阿里山山脈和海岸山脈等的 在地部落與生態環境 發展旅遊遊城 我覺得客人的那個進來部落的機會更多 然後可能對於我們民宿 觀光產業 可能會發展會更好 就是去玩水部落導覽 還有去我們會狩獵營 計畫成功的話 我們有更多的規劃 更多路線 可以帶客人進去 就是走進我們的山林 整合了很多的產業 包括原住民住在哪 吃什麼 DIY 什麼體驗 我們推出了很多的經典行程 去呈現臺灣五大山脈的美 包括山脈周邊獨特的天然地景 原住民族文化 歷史古道都將包裝成一系列遊城 介紹給國內外民眾 也將在今年11月的台北國際旅展中設置 幾樑山脈旅遊年國家館行銷推廣 原市新聞喜固 許家榮 台北市採訪報導 合作是一個1050年所設的 五大山脈旅遊了 這次請問我們 朋友這邊歡迎 我們在一起 我們對我們